大家好,2020年11月17日,第三部视频 前几天我们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讲前锋雷 这个马云的经常出现在他身边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富豪 被砍这么一个事情 现在前锋雷出钱一千万要悬赏 提供线索帮他抓住砍他的凶手 这个事情挺好玩 为什么说好玩呢 一千万不少创了香港的悬红记录 好像他本人很重视 其实呢,这个谁砍的他 他自己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我觉得是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这一千万呢 谁也别想 谁也别考虑 你拿不到 你要是真有线索 真有可能拿到 我估计你也就 离着那个什么 被砍不远了 理解什么意思吧 咱们也说了 这个前锋雷呢 呃,他这个事件呢 是一个放到 要放到一个大背景下 一个大事件下 来看的一个问题 他只是这一场大戏之中的一个小角色 一个 他被砍呢 就是一个小序曲罢了 呃,就像经常看影视作品啊 看小说一样 这就属于现实的政治 还不能叫政治谋杀 他被砍呢 只是被敲打 真想要他的命 很利索 当时就可以要他命 还用刀吗 枪不行吗 下毒不行吗 什么必麻毒素 很方便啊 那个车祸不行吗 把他弄楼上 直接扔下来 自杀不行吗 有的是办法 所以只是为了 就是敲打他本人 更是敲打他背后的金主 他不是也是一只小白手套吗 还顺便震慑一下 其他的参与者 利益相关参与方 所以说谁砍呢 他他心里有数 即使是他没数 他也知道大概是哪几个人 哪一个势力 要对他动的手 这很明白的事情 反正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在大背景 放到大背景里面 也分析了一下 要么呢 是当今皇上 要么呢 就是 原来这些前朝退位的皇上 或者是王爷阿哥 一老一少 某一方势力 因为分赃不云 利益交换 没有达成协议 对他使出的这个震慑 威吓 还有朋友留言说 如果他是一只小白手套 是一个某一方势力 某一个金主的代言人的话 为什么找他这么一个小角色呢 还听说他是一个叫蝶马仔 发迹是在澳门 这都是唬人的 原来有一种说法 有一些人 挣了一些黑钱 这还是很多年前啊 那几年流行的一个说法 挣了黑钱 或者是贪污 来路不挣 就什么呢 去高价买真正中彩票的人的彩票 装作自己中彩票 或者呢 就是对外宣称 忽然怎么买房买车了 中彩票了 这就像这种人一样 我记得还有一个叫 叫车峰 还有什么 车峰好像还是谁的女婿嘛 也都是说这种事情 都说是在澳门 做蝶马仔 怎么澳门的蝶马仔这么多 澳门的蝶马仔 我怎么没见到 就哪个发迹成这个样子 短短几年 这是蝶马仔啊 这还是抢劫啊 你抢赌厅也抢不来这么快啊 所以说别听他们胡扯 蝶马仔出身 这都是掩然耳目的 为了不让大家探究 他突然发迹的原因 他貌似有钱的原因 朋友还问 一边聊天 就是叫什么呢 叫 为什么找这么一个小角色 不找小角色找啥 肯定找小角色 小角色 没钱 没权 他也没别的背景 背景又干净 对吧 别人也 顺着这个疼摸不到其他的瓜上 没背景最好 没钱 没权 听话呀 让他干啥就干啥 对吧 你想想 要是你 一穷二白 忽然 碰到了一个 贵人 这个贵人呢 这个恩人呢 给你 年薪百万 然后呢 让你 吃 顿顿都是山坠海味 住 都是五星宾馆 行 都是 奔驰宝马就不上道次了 很可能那都是那个 跑车 罗斯莱斯 蓝布基尼 这一类的 而且啊 到宾馆呢 还有这个 美女伺候 甚至还有明星伺候 出来装模作样的时候呢 甚至还有可能就像地下党一样啊 给你安排一个妻子 安排一个情人 甚至都有可能是二三线小明星 像那个原来那个黄斯基啊 不都安排那个赵大眼 给他当媳妇吗 对吧 这个 大家要是有兴趣自己查一查 黄斯基怎么发迹的 也是围绕在马云旁边的一个人 我这么一点 你清楚的清楚 不清楚的自己查也的清楚 围绕在 马云旁边呢 有一个黄斯基 他是谁的司机 对吧 他是谁的 老公 这么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 如果要是 你一穷二白 给你年薪一百万 给你 让你吃住行 一副 衬个几十亿 几百亿的一个样子 你干不干 这活你肯定你也干啊 让你干啥 你干啥 让你说啥 你说啥 条件是第一 你得听话 第二 你足够机灵 就可以啊 别说这个让你干了 就是 让你干这 年薪百万 让你享受这些待遇 给你明说 你只能活三年 我估计都 全国都能有上半人去干 这是个好活 不好意思啊 所以 这个 悬赏一千万 就是一场闹剧 走走过场 装装样子罢了 好了 拜拜